无几年这个夏天上升势头 最猛的明星之一 从默默无闻到大红大紫 只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 像做火箭式的 凭借延喜攻略中饰演的女主 一角人气大幅度提高 知名度大大提升 商人活动 媒体采访 接种而至 火的不行 不过之前因为怠慢媒体 被质疑法大牌 也对她的事业 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形象受损 无几年穿搭 喜欢走青春休闲风格 蛮符合她这个年龄段的 不过由于过于销售的体型 她老是称不起衣服 穿的没有型 松松垮垮的 穿成了大马 不好看 也是没少被诟病 不过这次她亮相机场 和以前大不相同 穿出了风影感 好看了不少 今天她现身北京机场 这次她穿出白色的卫衣 清爽的白色让人被感舒适 清新自然 简约的造型 纯色的设计 简约大气 白色衣服也蛮沉皮肤的 衬托着她的皮肤更加白气细腻 上身效果也非常好看 很显活力 穿出了少女发 衣服顶口宽宽的微领设计 新颖时尚 里面还穿了个白色内衣 领子颜色重复了不分明 搭配的不是很好 换成其他颜色区分开来搭配更好看 袖子常常宽松的设计 手腕处收紧设计 这样衣服就不拖拉下来了 还有种蓬松感 蛮时髦的 看上去也清爽 精神不少 为一两侧分叉设计 线条分明 很有层次感 时髦了不少 下身穿搭 这次不同于以往的 以前喜欢老穿短裤或者短裙 老是松松垮垮 空空荡荡的 穿不满 没有行 这次穿了条紧身裤 紧贴大腿 穿出了风雨感 不再是以前的瘦竹干腿了 好看了不少 黑色的紧身裤 纯色的设计 造型简约 很衬皮肤 穿上效果不错 视觉上看上去 回比以前粗壮了不少 有种体态风雨感 88斤秒变98斤 早该这么穿了 裤子紧贴大腿 勾勒出腿部线条 修长笔直 高挑性感 很显身材 脚下穿了双时髦袜子鞋 看上去 发的和鞋子连在一起了 黑色的鞋子 和衣服蛮搭的 经典的黑白配 很显青春活力 头发下后扎起丸子头 俏皮可爱 很简笔 少女感十毒 皮肤白皙光滑 肤白貌美 眉目如画 眼睛很有神 嘴唇上涂上一抹红色 性感时尚 吴锦言这次终于穿对了裤子 88斤秒变98斤 早该这么穿了 这次穿对了裤子 比以往几次造型都好看 这次穿对裤子鞋 比以往几次造型都好看 这次穿对裤子鞋 比以往几次造型都好看 大陡下 大陡下 不帅 简单 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